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针对中澳漫画事件 美国加入力挺澳大利亚的阵营 当地时间是2月1日晚间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凯尔·布朗连发三推支持澳大利亚 并把脏水泼向了中国 其中两条被美国务院官方账号转发 结果 几条推文下方的评论区 被乌合麒麟点名澳总理的新作至莫里森刷屏了 另有大量网友贴出真实的澳军照片或视频截图予以反驳 凯尔·布朗声称 中国散播虚假信息并使用胁迫外交对澳大利亚发起攻击 他还宣称与澳大利亚站在一起 谴责中国外交部散布虚假消息 伪造澳士军的图片 并扬言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低点 接着 凯尔·布朗又搬出美方反复炒作的涉疆问题 污蔑中方 美国国务院官方推特转发了其中两条推文 果不其然 在推文下方 网友们有的贴出澳军再阿罪行的现场视频截图 有的直接借用乌合麒麟的CG漫画新作至莫里森回敬道 这就是你们说的假消息吗 还有网友转载了卫报昨日对于澳军又以丑刑的报道 澳军人在阿富汗时用击杀的塔利班士兵的假腿喝啤酒 还将其作为战利品带回国内 推文下方 大量网友贴出了青年画家 乌合麒麟回应莫里森的最新作品至莫里森 有的将其与前作《正义之师》拼在了一起 完整反映了莫里森用国旗掩盖澳军罪行的意象 据美国彭博社报道 澳大利亚当地时间12月3日表示 在中国对澳大利亚政府的一系列不满上 澳大利亚不会做出让步 中国驻堪培拉大使馆11月18日 向澳大利亚多家媒体提交了一份 对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抱怨清单 列出中澳关系14项争端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弗莱登伯格 当地时间12月3日 对天空新闻对此回应说 澳大利亚不会在这些问题上让步 他说 他们触及了我们的核心利益 我们的国家身份 自由的媒体 民主选举的议会 以及明显维护我们国家利益的 外国投资等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境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图文帖 谴责澳大利亚士兵屠杀 阿富汗平民和战俘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强烈不满 称其目标是维护国家价值观 澳方还推动与其价值观相同的人 出面来支持澳大利亚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凯尔·布朗 二日发表推特称 支持澳方指责中方捏造图片 散布虚假信息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二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反问澳大利亚 想维护的价值观是什么 已经披露出来的和已经证明的 这些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犯下的罪行 符合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吗 澳方一些军人滥杀无辜 残杀儿童 却不允许别人评论和批评 这符合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吗 一方面凭空捏造事实 大肆地去攻击抹黑别人 另一方面又不允许别人 对铁证如山的 他干过的坏事错事发表评论 这符合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吗 如果自己明明干了错事坏事 却拒不接受别人批评 甚至倒打一耙无理取闹 你如何能让人相信 你是真心之错 而且会真正改错呢 网上流传的不是照片 不是捏造照片 而是一位年轻画家 创作的电脑插画 依据的是澳大利亚媒体 自己报道出来的 澳大利亚国防部调查报告 发布的事实 如果这张画令澳方一些人受不了 那么你们从网上看到的 有关照片和视频 所展现的事实真相 就更令人毛骨悚然 我注意到 其实国际上 有人已经指出他们 愤怒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照片吗 当然不是 他们真正恼怒的是 中国人怎么可以有这个权利 指出他们做的坏事 或就此发表评论 他们极力宣扬他们的价值观 民主 人权和自由 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要么是对民主 人权和自由的亵渎 要么就是典型的虚伪和双标 至于你提到 美国务院副发言人 指责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 中方已多次阐明了事实真相 今天我可以再简短重申一下 所谓新疆侵犯人权 或者所谓迫害少数民族问题 是个别极端反华势力炮制的 世纪谎言 而澳方和美方在其中扮演了 极不光彩的角色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捏造所谓证据 一次次抛出耸人听闻的谎言 而这早已被事实所戳穿 最近新疆方面举行的一次发布会上 展示了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指控的那些所谓集中营 有关指控非常荒谬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的 所谓记录新疆的居留制度报告 把只要有外墙的建筑都指认为居留中心 但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些民事机构 这在谷歌、百度等地图上都有标注 而根据澳媒体自己报道 美国务院在过去一个财年 资助了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137万澳元 同比增加了367% 这笔钱全部用于反华项目 美澳官方一些人 不停地拿这些谎言谬论指责中方 是非常不合常理、有失水准的 希望他们能够秉持客观理性态度 有自知之明、也有知人之志 希望各方能够不断增进相互认知 正确认识对方 尽可能把对方当作合作伙伴 而不是对手 但需要坚守的一条底线就是 不能造谣诽谤 当他们说着反对散布虚假信息的时候 他们应该给世界做出榜样 证明他们没有再散布关于中国的虚假信息 此外 华春莹还提到看到的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 题目是 我可以、你不可以、凭什么 他说 我想这句话说出了很多中国人的心声 的确 有一些人总是抱着 我可以、你不可以的心态来对待中国 这种心态 其实说到底反映了一些人 一种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傲慢和虚伪 一日 莫里森曾在党派内部会议上呼吁 不希望继续放大漫画事件 并称 澳大利亚的目标是捍卫国家利益和价值观 同时努力和中国保持能够运行的关系 面对本国军人犯下的严重罪行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非但没有进行道歉 反而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 转发一张谴责澳军暴行的漫画表示不满 恬不知耻地要求中国道歉 真是刷新了外界对其道德水准的认知 只是眼看愚情汹汹 杀人者被纷纷声讨 莫里森才自讨没趣地说 此事到此为止之类自打圆场的话了 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一针见血指出 真正令他恼怒的不是照片 而是他认为 中国人无权对澳大利亚特种部队 在阿富汗的谋杀行为发表评论 的确很长时间以来 以澳大利亚一些政客为代表的西方政客 扮演惯了人权教师爷 只许自己趾高气扬的指指点点 甚至编造一个又一个人权谎言来诋毁他国 却不许他国智慧自家人权的斑斑劣迹 莫里森在漫画事件上的表现 可以说充分暴露了人权教师爷的霸道虚伪与双标 以及企图转移视线的阴暗心理和面对事实真相的心虚 为了掩盖丑闻 澳方已经不择手段 据报道 最先揭露澳军暴行的大卫迈克布莱德 因涉嫌触犯五项罪名 面临澳大利亚司法部门的指控和审判 难怪俄罗斯外交部评价说 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上的信誉已完全粉碎 事实上西方世界更应反省的是 为何在阿富汗执行了近20年的军事任务 当地治安情况仍没有好转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 要归咎于西方一些军队在阿富汗的暴行 对战争犯罪的纵容 以及对正义的蔑视 正让一些打着和平旗号的西方军队 成为恐怖分子的帮凶 成为和平与正义的践踏者 澳大利亚正迅速成为一个悲哀的笑话 这是澳前驻波兰和柬埔寨大使托尼凯文发出的警示 确实 澳大利亚当权者如果不集中精力整肃军队 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向阿富汗人民道歉 而是继续胡搅蛮缠 那么粉碎的将不仅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声誉 还有西方世界引以为澳的价值观 莫里森们不要太自以为是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